AudioJungle 这可能演变为更严重的问题 他表示 美国采取的行动将非常不利于欧盟 Aspigo等于WiAdoW ABSBYGOOGLE Push 川普表示 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很不公平 美国产品很难打进欧盟 但欧盟产品进口美国却 享有免关税待遇 或只需缴纳很低的关税 此外 川普还指出 还不是只有他们这样 我可以点出这样做的 许多国家和地方 但欧盟早就对美国非常 非常不公平 我认为那样的结果会对他们 自己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该访谈节目定于当个周日晚间播出 英国每日邮报 Pemail率先刊登访谈节目 Aspigo等于WiAdoW ABSBYGOOGLE Push 川普上周签署 20一条换防卫性关税措施 批准对进口的太阳 能办和洗衣机可指高额关税 主要限制从亚洲来的进口 美国官员表示 这是未来几个月政府将采取的一连 川普贸易措施的开端 美国总统川普26日在达沃斯经济论坛闭幕式上 做大会演讲师强调 美国支持在公平和互惠基础上的自由贸易 但美国不会对不公平的经济做法 视而不见了 川普还多次提到 现在是投资美国的最佳时机 美国在创造一个吸引投资和奖励生产的环境 转载请著名希望之声